湿热反反复复 关键是三交不通 一个要通三交扫一身湿热 身上湿热比较重的人 那不管是肝胆湿热 还是脾胃湿热 都是反反复复 难除干净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其实关键就是没有畅通三交 毕竟湿热其实就是热气和湿气混合后形成的 而湿气是水液聚集后形成的 所以这种水液运行通畅就成了趋势的关键 中医认为气能推动水液运行 同时三交人体气机以及金液运行的通道 所以我们想要有效驱除湿热 就得保证三交是通畅的 否则三交易堵水液聚集成湿 气机淤堵化热 那就再度形成了湿热 那在明白这点之后 我们想要解决湿热 就需要参考一个既可以通畅三交 还可以清热力湿的方计 比如说三仁汤 现在中程药也有三仁合剂 这个方子主要就是从三交入手来解决湿热的 首先通过上交废气 让体内气机和水湿都可以在体内均匀分布 其次通过中交脾胃来运化水湿 把鱼堵在体内的湿气给解决了 同时防止新的湿气生成 最后通过下交肾和膀胱来代谢湿热 将湿气和热气从小便排出 因此对身上湿热重 经常感觉头沉身子重 人懒胸闷 身上闷热不舒服 食欲也不好的人来说 就可以参考这个中程药调理湿热 当然必要时也可以搭配上其他中程药来增强趋湿热的疗效 比如说以肝胆湿热为主 平时除了一般的湿热症状外 还明显出现了性格急躁 头晕耳鸣 眼干 眼睛分泌物变多 失眠 阴囊 大腿根部出现潮湿的情况 就可以搭配上龙胆蟹肝碗来增强清理肝胆湿热的作用 但涉及用药都需要根据自身情况调理 所以如果你搞不清楚自己的情况 那千万不要盲目跟风 一定要及时线下就医 以免出现没效果或者加重病情的情况 大家明白了吗